哈囉 大家好 我是劉謙 又到了見證奇蹟的時刻 對我來說真正好的魔術 往往是最單純的魔術 而接下來表演的就是非常地單純 要用到一個杯子跟一顆球 來 慢慢檢查一下這個杯子 檢查一下這顆球 確定杯子是空的 球裡面什麼都沒有 空的 沒問題 沒問題 好的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事情 讓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首先我把球放進這個杯子裡 搖搖之後我把球拿出來放進口袋 但是接下來 接下來我要把這個球 再放回杯子裡面 速度快到在場 沒有人看得見 聽起來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聽起來有沒有覺得很厲害 好 我們直接開始好了 仔細看這個球 仔細看我的手 因為這個球現在還在我手上 那下一顆球就回到杯子下面去 是的 球看起來好像消失 其實不是消失 其實回到杯子下面去 這個球我把它放到口袋裡面 輕輕一拋回到杯子下面去 這個球送給現場的觀眾朋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回到杯子下面去 杯子是空的 球只有一球 我把球放到杯子裡面 搖搖轉搖 杯子拿走把球放到口袋裡面 這時候杯子下面當然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球會不會到杯子下面去 天啊 是不是太快了 各位可能需要邏輯的思考訓練 來 麻煩 輕手把球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好的 你可以聽到球的聲音在裡面 聽到 好的 這個時候讓你猜猜看 球在我手上還在杯子裡 杯子裡 杯子裡 再給你一次機會 對 杯子裡 猜中了 換你 請你親手把球放到杯子裡面去 好 聽得到嗎 聽得到 好 在口袋還在杯子裡 在杯子裡 在杯子裡 猜錯了 但是你猜哪裡都會猜錯的 我告訴各位怎麼變的 我告訴各位怎麼變的 其實有兩顆球 第一個在口袋裡 第二個在杯子裡 無論如何你都不會猜中的 因為我是魔術師 但是 第二顆球 長得 有點像是顆橘子 這顆橘子可能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但真正奇怪的不是這顆橘子 是這個蘋果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 送給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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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幫我們接下來才去真正見證襲擊的時刻 掌聲有請劉謙 你好劉謙 你好 好久不見 是的 歡迎你 經過了一番波折之後呢 董基小姐你又再度地回到我的身邊 很高興 我們時隔兩年又一次 在春晚的舞台上看到你 聽說因為我的關係 您最近得了一個新的封號 我 什麼封號 非常有氣勢 非常高水平 非常威武的一個封號 你該不會是說那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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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托塔天王 托您的福 我也當了一回天王 那你說我們今天的表演結束之後 我會不會又多什麼新的封號 我想您應該可以開托兒所了吧 拜托 我們倆能不能不要再說托這個字 是是 那我們就別再托了 還說 好 好那我們直接進行接下來表演 來 直接開始 你看到沒有這兒有一道木 這個是 這是為我準備的 這個是 這個是 要展示一下我的功力嗎 您是說 魔術 那當然 時隔兩年我也有所長進喔 我以為 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醬 謝謝 謝謝各位的掌聲 謝謝 怎麼樣 這個是見證機器的時刻吧 哎呀 拋磚引玉嘛 來掌聲有請劉淺 好的 我想請問一下 董欣小姐 你喜歡照鏡子嗎 當然 美女都喜歡照鏡子 但你知道嗎 其實鏡子是非常神秘的一種東西 它反映出真實世界的景象 而同時有人相信呢 鏡子裡面其實是另外一個世界 真的嗎 是的 來 先請就座 好的 我們看到桌上呢 此時就有一面鏡子在這邊 對 對 我們手可以揮揮看 桌上的物件呢 完全反映在鏡子裡面 包含主持人美麗的臉龐 可以了 好的 我們看到桌上呢 有幾樣東西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冰塊 冰塊 來看一下 冰塊 對 除了冰塊之外呢 這個是咖啡 接下來我請董欣小姐 幫我把咖啡倒一點 在杯子裡面 好的 我這邊有一支吸管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要用這個吸管把它 全倒了 可以嗎 可以 好 來 請把放一邊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事情 讓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我要這個吸管 把杯子裡面的咖啡給喝掉 但是呢 不是從這裡喝 是從鏡子裡面喝掉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不懂 你的吸管要喝鏡子裡的咖啡 沒錯 不懂 仔細看 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首先 我把手上的吸管 放進鏡子裡的咖啡裡面 對在這個位置 然後仔細看 這咖啡在變少耶 你真的喝到咖啡了嗎 你要我吐出來給你看嗎 不是 我們繼續把它喝完 從這個位置 越來越少了 你要把它喝完嗎 看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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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確定桌子 杯墊 杯子 這是為什麼 現在驚訝其實還是帶走 接下來用到四個東西 知道這個是 牌嗎 不是撲克牌 這個是未硬刷過的撲克牌 白色的卡片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呢 因為我在上面寫字 好 我用到 一張就夠了 好 首先我在上面寫上 我的名字 劉 劉謙 好的 事情其實很單純 其實很多人可能都玩過這樣的遊戲 把文字放在鏡子前面 它就會呈現左右相反的狀態 對 所以很多人稱為呢 左右相反的文字呢 叫做近文字 但重點在於呢 它因為只會左右顛倒 它不會上下相反 對 是吧 那今天如果我們把它 左右相反又上下顛倒 會成為什麼樣子呢 你幫我拿著 拿在右上角 對 這個位置 拿在鏡子前面 我們看到它現在呢 是左右相反又上下顛倒的狀態 對嗎 神奇的事情從現在開始 仔細看 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在鏡子裡面的文字呢 看起來非常的正常 這件事情本身呢 就非常的不正常 因為這代表了 這上面的字 反過來 可以摸摸看 的確是寫在上面 這太神奇了 我以後可以在鏡子裡 看到正的你 對 送給你 我的簽名很多人想要的 好的 接下來第三個 我們要用到的東西呢 是這個 這是我自己個人 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 小點心 好 看到上面有很多的顏色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是 非常好吃的 來 我看一下 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叫你看一下 我叫你吃啊 不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請你坐到我的位置來 來 我們換個位置 好 接下來呢 我要測試一下 我們之間的默契 因為雖然我們兩年沒見了 但是讓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的默契 我們看上面有很多顏色 對嗎 嗯 接下來呢 我希望你心裡 想一個顏色 看我能不能夠猜得到 我估計你猜不到 想想看 好 想好了嗎 想好了 好 我現在把它拿到後面去 我挑一個顏色出來 這個 我把它放在背後 看我們的默契怎麼樣 我數到三 你說出來我拿出來 好 一 二 三 紅色 劉謙 兩年了 我變了 沒猜準 女人心海底針啊 媽媽說的沒錯 沒事 我是魔術師 我有辦法解決 好 還記得我剛才說過 鏡子裡面有另外一個世界 對嗎 老師跟你說 裡面還有人 人 我的朋友在鏡子裡面 他會幫我把它變成紅色的 好 首先呢 我先把它 放進去 放進去 去哪兒了 鏡子裡面 你扔掉了嗎 換成紅色的拿出來 來 你先摸摸看 沒有任何問題 對 仔細看 接下來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在摸摸看 再摸摸看 有動靜 有動靜 你剛才說紅色對嗎 對 紅色 天啊 天啊 這個是人的手嗎 這種景象不是常常會有機會看見的 謝謝 我來給你 謝謝 送給你這個做紀念 謝謝你 謝謝 謝謝大家 明天還有人敢照鏡子嗎 謝謝 再次謝謝劉謙 謝謝